BMI的部分這個範例 如果今天有一個需求 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計算BMI BMI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個畫面其實是來自於網路上 Google打BMI應該就有答案了 BMI當然就是算是計算身體體重指數 這邊有維基百科自己看一下 另外第一個這個連結就是BMI值的計算器 你可以發現這個就是我從網路上看到的 其實基本上它這個本身也是一個程式 只是它的本身程式是按右鍵原始碼檢查 你會發現按右鍵原始碼 它這個原始碼你會發現它這個就是一段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是BMI 你會發現這個JavaScript在哪裡 在這裡 Script Language 整理JavaScript 實際上它的程式就寫在這裡 主要是這個啦 就是Function 有沒有這個Function 然後Function的那個名稱叫什麼 叫Computing BMI 也就計算BMI 那這個就是它的程式 如果你有興趣學JavaScript的話 程式在這裡 至於它是什麼Run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假設不要直接輸入好了 比如說身高隨便輸入好了 比如說身高170 體重假設65的話 然後開始計算 有沒有 那這邊就有BMI 那假設我都要模擬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練習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如果要輸入兩個 輸出一個 但是呢 那最後其實我覺得這個畫面 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應該給我BMI的結果之後告訴我 到底我在哪個範圍 它是給你一個表自己看 OK 22.4好了 假設22 這地方 剛好在正常範圍之內 有沒有 OK 如果說呢 假如說體重在增加 比如增加到85公斤的話 開始計算 有沒有 29.4 假設已經吃太 吃得很胖了 85公斤了 那這個時候 你會把29.4落在哪裡 哇 落在這裡 輕度肥胖 29啦 因為27到30之間 所以 假設我今天要補足 它這個部分補足 我要把它寫在python 甚至我計算完之後 我直接就幫它做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呢 理論上我們可以把這個程式 劃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是 計算BMI的結果 第二階段的話呢 就是做邏輯判斷 那我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 輸入兩個東西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計算BMI BMI的公式在哪裡 其實你會發現喔 它已經告訴你BMI的公式 BMI的結果等於什麼 這個人的體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是公尺 那我們輸入如果是公分的話 那你變成要把它轉成公尺 就是要除以100 OK 那我們有這個公式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 設計這個程式的話 第一步喔 我們一樣喔 這個是已經寫好了 所以寫好當然我們來Run一下 比如說 假設我在這邊Run的話 執行 身高假設是180好了 OK 隨便喔 體重的話是75 Enter看看 欸 你看你會發現喔 這邊會輸出什麼 BMI 然後呢 條件是 標準 有沒有 這太小了 所以喔 我們得到兩個 這個是最後BMI 這個是最後輸出結果標準 但問題好像少了什麼東西 好像這個是不是取到小數點第二位就好了 或甚至是取到整數就好了 不然看起來這太長了吧 第二個的話呢 標準前面最好是什麼 叫什麼 叫什麼 也許多一個評語 或者是多一個什麼 評語 冒號好了 也許最後我 假設我希望看到結果長得像這樣好了 底下是 你的BMI 冒號是多少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然後評語 冒號過重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完整 那可是該怎麼做 我們大概分成三個階段完成 第一階段就讓人家輸入好了 那輸入怎麼輸入 其實第一個一樣 如果你要輸入的話 我們重新再來好了 OK 這個地方 這邊輸入的話 首先的話呢 請輸入升高這幾個字 我也覺得就 把它先複製一下 把它重來一下 那這些程式的話 第一個 我先建一個H的變數 H變數就是升高好了 簡稱H 那H的話呢 我如果要輸入資料的話 就是 跟他講說Input Input就是輸入資料 刮弧 然後雙型號裡面就是 請輸入升高 因為加個變貌號 請輸入升高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W的話呢 就是等於什麼 請輸入體重 我剛才拿這個來改比較快 好 然後這邊把它 直接貼一下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W 等於什麼 請輸入體重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點就是 那個Input的話呢 它輸入 假設它輸入是 什麼180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Input 它這個裡面 有點像是那個TestBox 就是它這個地方 如果你輸入180的話 它輸入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轉換成文字 也就是如果輸入180對不對 那H裡面的話 會得到的是180的自串喔 所以如果你要變成 假設你今天要變成是這個數字的話 因為只有數字才能做計算 那你記得喔 一定要在外面再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int 但是特別注意 如果它身高比較經濟一些 有的人像180.5的話 那你可能就不能用int 因為你用int的話 它會把小數點拿掉 你看 180.5就被拿掉了 對 那怎麼辦呢 記得喔 你這個外面你乾脆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Frozz OK 如果你Frozz小數點就不會拿掉了 那可是還要注意一點是說 你轉型完之後 還在做一件 因為 將來BMI的公式 它不是公分 它是公尺 所以你必須怎樣 再除以多少 除以100 把它變成公尺 如果你沒有變公尺的話 它會出錯 那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請輸入體重 一樣我怎麼樣 把它用Frozz轉型 所以我就得到這兩個參數 那最後的話 我把BMI計算出來 BMI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體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你應該看這個就知道 在那個 這個BMI計算 它上面有 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平方怎麼敘述呢 還記得吧 乘乘2 有沒有 就是平方的意思 OK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BMI計算 再來把它print 所以你就把這個BMI print出來 print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把BMI的值 把它輸出 這樣就OK了 所以第一階段 我們再來完成它 執行一看看 身高假設180 體重假如是65 Enter BMI多少 有沒有 20.1串 但問題來了 我如果要取到小碎點第二位的話 欸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取到小碎點第二位 這個時候呢 你必須 像Excel裡面是用格式化 有沒有 格式化按一下馬上就有了 有沒有 滑鼠鍵盤 但是問題 Python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Python比較麻煩的地方 所以說你所有動作 你不能用滑鼠鍵盤 你要用程式來寫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想到格式化 你就要想到一個函數 叫format format的話呢 如果要取到小碎點第二位 第二位的話 那第一個 你先把那個 BMI假設 print的話先拿掉 那第一個你要先給它什麼 取到小碎點到第二位的公式 這個有點像那個 Excel裡面 那個格式裡面其實也有公式 你制定它有一個公式 類似像那個東西 那它的規則一定是大瓜糊 大瓜糊指的是那個變數的資料 帶過來 那如果你要取到小碎點第二位 就冒號 放中間 點 2f 點2f 意思說 到小數點位數的後面 取到兩位 f是float OK 大概是這樣 這個規則可能要記一下 因為這不是我訂的 當然你可能要記一下 好 那後面的話 第一個先給格式 第二個的話 再給什麼 給那個 你要用那個 函數名稱叫format format之後的話 因為裡面有個大瓜糊 所以你再把bmi放進來 那它就怎麼樣 幫我們把那個資料格式化之後 就幫你輸出了 所以剛剛這一串喔 假如呢 是20.1串 這個小數點 那經過format之後的話 有沒有這一串 經過format之後的話 它要按照這個規則 就幫你取到20.06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要 特別特別注意 因為format非常非常的重要 重要性其實 跟那個excel裡面做格式化 到底是差不多的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務必要記得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再輸入一次 身高一樣輸入180 體重一樣輸入65 剛剛沒有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那現在如果有format的話 再輸出bmi呢 看一下 Enter 它得到的是20.06 OK 當然以後如果你要取到小數點 第幾位 你就自己再去調整 怎麼調呢 反正這個數字 就是小數點到第幾位 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我們是先輸入資料 所以這邊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的第九頁 其實第九頁 就是我剛剛寫一模一樣的程式 正好 有限區 分別做好 準備去看 是不是 是 分別